感谢公众号的朋友让我看回复 这个原机自带的控制台是不合适这个机器的 我已经更新到了官网的3.17.60这个版本 这个时候显卡可以双烤跑的115瓦 但是是吃了CPU的豆腐CPU下来了 现在是90度65瓦3.37G比昨天要低 显卡的温度也比昨天要高很多 现在是1.8G左右77度 我把CPU又关掉了 现在单烤显卡可以跑的130瓦左右 3DMark我重新跑一下游戏我就不跑了 3DMark的跑分大幅提升了 CPU是10015分 显卡是8874分 那就鼓励我都不好点测试了 这是古墓丽影 我把四个模式全部跑一遍 最高的画质不开光追 现在2560×1440 平均75帧高了10帧 这么看的话大家要注意到手以后更新控制台 开光追以后平均44帧提高了8帧非常大 1920×1080开光追最高画质69帧平均提高了6帧 1920×1080观光追108帧提高了9帧 确实也没想到感谢朋友们提醒 过年期间也没什么可更新的东西 我就拿水一骑不好意思了 关乎CPU的部分我就不跑了 没什么变化 而且刚刚又发生了锁在0.78G的情况 更新过控制台 跑分还变低了一点 关乎CPU的 我上一期说的R7000P在国外的版本是13000左右 那是错的 可恶是R9000P 一般来说国内版本的拯救者会更便宜一点 而且配置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没有低色域屏的版本 国外是有的 鲁达斯的跑分也提高了一点点 总分547,000分了 显卡提高了2万分不到一点 好了就这样了 不更新这期的话 会有人说黑塔 尤其这类的品牌 讲究不该讲的可能会比较惹事一点 买这类品牌或者说性价比思维很正常的 我也会有 但是不得不买便宜的品牌的时候 你也不能太敏感于批评 我批评的是厂家和产品 还有那些纵容厂家恶意的人 对于电子产品我们理性面对就好了 哪有当电子产品的粉的 包括控制台 我也不确定它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 毕竟低的功耗低的发热会降低返修率 就这样了 大家继续愉快的过年 我愉快的加班 蓝宝石6800XT的DIY方案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会尽量的压低成本做一个很性价比的方案 我不想���ara 我的美穆节车 有种的措行 你要我做些重彩的